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动物托邦 几年前有个朋友曾经开玩笑的问过我一个问题 说我给你一个一,让你去啃一包十,你愿意吗? 就在我纠结着这事值不值得一试的时候 朋友一脸坏笑的从钱包里掏出来了一张纸币 上面印着一个一,后面跟了一串零 我一数,1234567890,11121314 我还担心自己数错了,特意看了一下纸币上印的英文 100 trillion dollars,100万亿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巴布韦纸币 我估摸着天地银行行长玉皇大帝都没见我这么大的面额 但你别看它面额大,就这么一张100万亿的大钞 它连一包花生豆都买不了 幸亏我当时没有一口答应我那朋友 要不然这坨屎就白啃了 金巴布韦国土面积39万平方公里 位于非洲东南部,是一个内陆国家 非洲有很多特色突出的国家 例如军阀混战的索马里 政变家常便饭的马里等等 而金巴布韦则以其高面额的货币 以及超高通胀率在国际媒体上频繁出圈 也算是非洲一绝了 在这个国家,人人都是一万富翁 却买不起一块面包来果腹 金巴布韦刚独立时 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 其境内有大量肥沃的可耕地 还盛产黄金钻石等重要资源 而且金巴布韦还是非洲成年人 实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世界银行2014年的数据显示 金巴布韦的实字率为89% 那么这样一颗非洲明珠 是如何沦落成为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金巴布韦的故事 和非洲大陆其他许多国家相似 19世纪末金巴布韦也曾经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当时金巴布韦的所在地区 处于一个非常落后的状态 而且正好毕临英国的南非殖民地 1888年英国殖民者塞西尔·罗兹 就是钻石阴谋内奇里我们提到的 一首缔造戴比尔斯钻石帝国的那位 他游说了南非东南部的土著国王 成功获得了当地的采矿权 并且在英国政府的授权下 成立了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政治实体 英属南非公司 该公司不但有权组建军队 还能开设银行分配土地 罗兹将当地命名为罗德西亚 其范围涵盖了今天的 金巴布韦赞比亚在内的广大地区 英国在当地建立起殖民统治之后 就迅速开始重新分配土地 当地土著的领地被严重压缩 发现上当受骗之后的非洲土著居民 采取了一系列的武装抗争 不过在强大的殖民者面前 土著的军队根本就不堪一击 连国王也死在了逃亡的路上 英国后来以赞比西河为界 将南岸称为南罗德西亚 也就是日后的金巴布韦 将北岸称为北罗德西亚 也就是日后的赞比亚 1930年南罗德西亚颁布了土地分配法 将黑人的土地所有权 限制在了极少数的地区 白人控制了大量肥沃的土地 黑人只能为白人的农场主打工 沦为了农奴 不过二战之后 随着全球反殖民化和民主浪潮的兴起 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 也逐渐变得岌岌可危 1965年南罗德西亚 在当地土生白人总理伊恩史密斯的领导下 单方面宣布脱离英国统治 不再遵从英国女王 同一时期 当地黑人组成了 金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 和金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两个组织 为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统治 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 其中政治家约书亚恩科默领导着ZAPU 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着ZANU 两派后来在英国兰卡斯特 签署了著名的兰卡斯特协议 其主要内容就是结束游击斗争 两派分权妥协 1980年穆加贝领导的ZANU 在首次民主选举中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 穆加贝当选了第一任黑人总统 南罗德西亚正式更名为 金巴布韦共和国 金巴布韦的政权 从白人手中转移到了黑人族裔手上 一般国际上也把1980年认为 是金巴布韦真正独立的时间 后来穆加贝逐渐清洗了ZAPU派赌长大权 1987年金巴布韦改型总统制 此后的30年里 穆加贝一直担任着金巴布韦的总统 建国之初金巴布韦其实并不贫穷 英国殖民者虽然大肆掠夺本地财富 剥削黑人 但也把现代工农业技术 英式建筑 英式法典 英式礼仪 以及英国人对原意的情有独钟 留在了金巴布韦 虽然地处热带 但由于高原地形 金巴布韦四季如春 气候非常易人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和早前英国殖民者的先进技术 促生了金巴布韦发达的农业 这里一度被称为非洲粮仓 出产的小麦和玉米 大量出口的世界各地 在非洲出现灾荒的年份 金巴布韦的粮食 不仅让本国人衣食无忧 甚至养活了大批非洲积民 金巴布韦境内还拥有丰富的 铁 铁 各等工业矿产 以及钵金 钻石 黄金等稀有金属矿 在此基础上 金巴布韦建立起了 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除此之外 金巴布韦的旅游业也非常的发达 境内有包括大金巴布韦遗址 和维多利亚瀑布在内的 多处世界遗产 风景秀丽 旅游景点众多 首都哈拉雷 位于金巴布韦东北高原上 海拔1480米 年降水量1000毫米左右 年平均气温18度 一年到头繁华四季 一度被评选为 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和人们固有印象中的 炙热的撒哈拉沙漠 以南非洲大相径庭 在英国人统治 金巴布韦的近百年时间里 有20万白人 离开阴冷的英国 移居此地 1980年独立前 金巴布韦曾经被称为 是英国王冠上的宝石 英国殖民者最初的规划 是让金巴布韦成为 非洲的金融中心 所以他们对 金巴布韦的金融业高度重视 这点从金巴布韦 刚独立时的货币兑换比例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1980年金元甚至比美元更加值钱 当时的一美元 只能兑换0.68金元 把当时的金巴布韦 称为是非洲的新型发达国家 我想都不为过 2000年以前 金巴布韦有着远超 北京上海的高层建筑 并且这些高耸的建筑 都是在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就已经完工的 不但如此 金巴布韦还是非洲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大约90%以上的人口 都上过小学 44%的人拥有高中学历 只可惜 金巴布韦这一繁荣景象 并没能维持太久 曾统治金巴布韦 37年之久的穆加贝 1924年出生于南罗德西亚的 一个天主教家庭 父母都是农民 1949年 25岁的穆加贝 获得了南非福特哈尔大学的奖学金 转而前往南非 攻读历史和文学 福特哈尔大学 当时是南非唯一一所招收黑人学生的高等学府 培养出来了一代又一代的黑人精英 包括南非反种族格里格命家 已故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曼德拉和穆加贝还一度被称为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双子星 从福特哈尔大学毕业后 穆加贝又辗转坦桑尼亚加纳等国深造 60年代返回南罗德西亚 也就是今天的金巴布韦 创立了金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JANU 投身到了反殖民运动当中 1963年穆加贝遭殖民当局逮捕 被囚禁了11年 狱中他又通过寒寿的方式 取得了巴苏托兰大学和伦敦大学的三个学位 穆加贝一生共拥有7个学位 堪称是非洲游泳学位最多的领导人 独立之后的金巴布韦是一个政治上 黑人占领主导权 但经济上却被白人所控制的国家 绝大多数肥沃高产的农田 都掌握在极少数白人手中 600多万黑人则挤在了贫瘠瘦弱的土地上 土地改革迫在眉睫 穆加贝执政之初采取的是 较为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 金巴布韦与英国签署了协议 根据协议英国将给予金巴布韦援助 金巴布韦则不得采取武力的方式 强制分配白人的土地 要本着双方资源购买和出售的原则 进行土地回购 这份协议的时长是十年 在这十年间 穆加贝利用英国给予的援助 从金巴布韦的白人手中赎买回土地 再重新分配给黑人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激化 这段时期社会总体生产力得到了发展 但随着苏联解体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 不需要再在非洲刻意扶持亲西政权了 因此也逐渐停止了对金巴布韦的援助 再加上连年的旱灾 90年代后期 金巴布韦的经济开始陷入困境 而十多年温和的土改政策 并没能解决金巴布韦土地不均衡的问题 国内的黑人日以愤怒 他们开始抢占一些白人的土地 其中不少黑人都是穆加贝的老部下 此时穆加贝非但没有制止黑人的抢夺行动 甚至顺水推舟 启动了更加激进的快速土改计划 宣布将征收500万公顷的白人土地 用于再分配 金巴布韦境内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空前计划 穆加贝的一系列土改政策 无疑招致了白人农场主的强烈不满 尽管后来有一些白人农场主 上诉到了最高法院并且获得了胜诉 但依然没能避免自己土地被强占的命运 大量白人农场主纷纷选择出走金巴布韦 1999年到2002年间 金巴布韦的白人人口数量从12万下降到5万 到了2012年金巴布韦的白人只剩下了2.8万 很多白人的家族数倍之前就已经来到金巴布韦扎根了 入了金巴布韦国籍 英国也没有亲人了 土改之后他们难以返回英国 只能留在金巴布韦受苦 所以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能够在金巴布韦的街头看到不少白人乞丐 另一方面 拿回土地的黑人在短暂的喜悦过后 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和技术管理农场 设备不会用 粮食不会种 眼看着肥沃的土地逐年变得荒芜 金巴布韦农业一落千丈 穆加贝的激进土改政策令国际哗然 西方社会对金巴布韦的谴责声此起彼伏 在他们眼中穆加贝的做法无异于针对白人的反向种族歧视 金巴布韦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降至冰点 与此同时穆加贝当政以来一直忙于党政 不断排除一己压制舆论自由 他虽然六次连任总统 但昔日人们眼中的民族英雄 早就已经变成了一位一意孤行的独裁统治者 2002年金巴布韦大选之后 英美等西方国家指责穆加贝领导的民盟政府在选举中舞弊 对金巴布韦实施了一系列诸如禁止高官入境 冻结其海外财产 禁售军火等制裁 2003年英联邦组织在英国的推动下 终止了金巴布韦成员国的资格 穆加贝一怒之下宣布金巴布韦退出英联邦 内忧外困之中金巴布韦的经济增长率连年呈现负数 国内食品供不应求 就连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电力都要向周边国家进口 这就为恶性通胀买下了伏笔 金巴布韦从非洲粮仓到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前后不过十来年左右的时间 而面对困局拥有七个学位的高学历总统穆加贝 竟然采用了饮症止渴的经济调控措施 粮食短缺物价飞涨 大规模财政赤字 眼看经济就要陷入瘫痪了 穆加贝一拍脑门想到不就是缺钱吗 印钞机就在咱手里咱就印呗 就这样2000年过后 金巴布韦就进入了大量印钞模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有一句著名的论断 说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 弗里德曼的这句话翻译成比较通俗一懂的话就是 无论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国家 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货币超发 然而拥有伦敦大学经济学学位的穆加贝 却选择对货币超发的后果视而不见 就这样金巴布韦陷入了恶行通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和世界经合组织的数据 1980年金巴布韦刚独立时 通胀率只有5.4% 实施基金图改政策之后 2002年通胀率飙到了三位数 2003年金巴布韦的通胀率是431.7% 2006年涨到了1096.68% 2007年爆炸到了24411.03% 到了2008年实在对不住了朋友们 屏幕上已经画不下了 金巴布韦的通胀率涨到了2亿3100万 是的你们没有听错 2亿3100万 近20年来中国的通胀率 大约都维持在6%以下 就这样我们还觉得自己手里的钱 年年越来越不值钱了 金巴布韦的人民生活在怎样一种水深火热当中 一般人是想象不出来的 金元如同滚雪球一样 从一周一扁到一日一扁 从一日一扁到一日数扁 金巴布韦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面额 由1980年的2元5元10元20元 到1994年的100元500元1000元 后来又迅速发展到了 1万元1亿元100亿1000亿元 1980年第一代金币发行初期 一金元能够兑换1.47美元 到了2006年 54000金元才能兑换1美元 2008年6月 1000亿金元也换不出来1美元了 恶情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 国家选择不断增发货币 提高货币面值 来勉强维持金融体系的运转 此举又加剧了恶行通胀 金巴布韦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死循环 纸币上的零已经看得人眼花缭乱了 2006年8月1日 金巴布韦储备银行不得不发行了第二代金元 强行删除了原货币面值上的三个零 第二代金元的一元等于第一代金元的1000元 两年后的2008年8月1日 金巴布韦储备银行又发行了第三代金元 再次抹去了第二代金元上的十个零 100亿第二代金元等于一元第三代金元 但惊天地气鬼神的通胀率 又瞬间将新货币的价值拉到了谷底 2009年1月金巴布韦储备银行发行了那张 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100万亿面额的金元纸币 创下了货币史上面值最大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冥界的天地银行看了都自愧不如 当时的金巴布韦人真是应了那句话 穷得只剩下钱了 在街上你能看到当地人推着一车一车的纸币 只为在市场上买点菜 或者去商店买卷卫生纸 做一次公交需要三万亿元 买一个鸡蛋要上万亿 买东西是大家都懒得数钞票了 干脆就把钱论金称 有的商家甚至连称都懒得称了 就用手大概量一下钱的高度 估算一下钱的价值 反正多个几千亿少个几千亿 都不值得去计较了 蔬菜水果牛奶鸡蛋的价格 每个小时都要涨 鸡蛋的时候甚至几分钟涨一次 早上上班的时候 有人背着一麻袋钱 勉强坐上公交 到了晚上下班时 就算给司机三麻袋同样多的钱 也未必能上车 去餐馆吃饭的时候 切记要在吃之前就结账 否则你吃之后 账单上可能多了一串零 商店老板每隔几个小时 就要关门一次 对外声称是整理库存 其实就是修改商品的价格 否则一天下来没赚钱 反而可能赔得连裤衩都不剩了 后来金巴布韦储备银行 发现印钞用的油墨成本 都已经超过钞票本身的价值了 这可怎么办呢 不知道是哪位机制的官员 灵光一现 想到了天地银行印明币的招数 一落子钱就封面几张好好印 剩下的全是白纸 什么防伪技术 什么压花都是浮云 反正买东西的时候 付款都是论捆的 货币都如此不堪了 金融体系自然摇摇欲坠 2007年5月 穆家贝政府病急乱投医 实施了一系列 让经济金融体系雪上加霜的措施 错误的错 穆家贝签署法令 成立了物价和收入委员会 严查偷鸡倒把和哄抬物价的奸商 并强行将面粉牛奶肉类等生活必需品和水电石油等社会服务品的价格压低50% 谁敢私自抬价面临的就是巨额罚款和五年监禁 此政策一出 金巴不为广大民众是兴奋的冲向各种商店 能抢购多少就抢购多少 但商家却欲哭无泪 原本制造一块蛋糕需要1000亿的成本 你卖1200亿还有得赚 但政府强行规定你只能卖600亿 敢提价就得坐牢 是问谁还会继续生产蛋糕呢 商家企业彻底躺平 失业率激增到80% 最糟糕的是大量失业人群为了缓解压力 迷上了一种神奇的东西 Broncleer纸壳糖浆 传说喝了这种纸壳糖浆之后 可以忘记一切烦恼 身心愉悦飘飘欲鲜 想必大家都猜到了 糖浆中含有可带因和酒精的成分 这种纸壳糖浆是南非的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 对咳嗽有良好的疗效 但是说明书上明确标注了 不可以长期服用 一天的服用量不能超过20毫升 而且还需要分三到四次分服 但这种药却成了困苦中的 津巴不为人的精神必疯狂 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年轻人凑在一起 分着喝纸壳糖浆 就像分烟一样 很多人宁可饿肚子 也要作一口纸壳糖浆 全民嗑药 人们生活苦不堪言 政府管理混乱不堪 恶性通胀看不到尽头 2013年津巴不为彻底陷入了财政枯竭 国库仅剩217美元 原来富可帝国真的不是梦 10年前你我可能都做到了 不过面对艰苦的生存环境 一些聪明的津巴不为人也想出了应对之策 比如有经济头脑的人 在意识到金元贬值的时候 就迅速将手中的存款投到了股市上 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津巴不为的货币价值虽然跌到了谷底 但股市却红红火火涨肤喜人 还有一些人开始采用原始的 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 用鸡蛋水果来代替车费 用家勤家畜来换取一些必要的生活物资 另外持续的超高通胀 让津巴不为人明白了一个道理 收到的金元要立刻马上赶紧花出去 最好能够换一些保值的东西回来 比如说外国货币 当时美元最为坚挺 也是津巴不为人最喜欢兑换的外币 大街小巷的外币兑换典礼 每一天都人头攒动 有人扛着一麻袋钱 有人头顶着一箱子钱 还有人甚至拉着一卡车的钱 这些人从外币兑换典礼出来的时候 手里往往只拿着一小档 甚至几张美元 但他们也心满意足 这些持有美元的金巴不为人出门时 由于担心美元被偷被抢 往往会把钱藏在袜子里 鞋里内裤里 金巴不为储备银行 又不能发行和回收美元 这就导致在金巴不为流通的美元 又破又旧 有时候还真正做到了 散发着一股恶臭 于是一些爱干净的金巴不为人 就不得不想出了洗钱的下策 这里的洗是真的用水来清洗美元 然后再挂起来晾干重新使用 另外由于美元的价值较高 最小面值的一美元纸币 就能买不少生活用品了 面值更小的硬币更是紧俏货 所以购物时找零就成了一种问题 一些金巴不为店主 只能通过记账的方式来解决找零问题 还有一些店主会用糖果手机充值卡 甚至是套套来代替找零 2009年金巴不为财政部 撕下了最后一块遮羞布 正式宣布停用金巴不为货币 将美元南非兰特欧元英镑人民币日元 等九种国外货币定为法定货币 其中美元是主流结算货币 请求外援这一招是终于止住了 金巴不为的恶性通胀 物价不再疯狂上涨 经济出现了久违的好转 民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息 但是与此同时放弃本国货币 意味着金巴不为彻底失去了 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的主动权 这不仅是极大的耻辱 也代表着金巴不为的经济和金融体系 将全面依赖于他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说到这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 通货膨胀就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经济学上通货膨胀的定义是 一定时期内物价持续且全面的上涨 注意了一定要是持续且全面的 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用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衡量通胀与否 所谓通货就是流通中的货币 膨胀顾名思义就是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大家理解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了吧 通货膨胀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货币现象 这就是一句大白话 绝大多数人对通货膨胀都是嗤之以鼻的 认为通胀是侵蚀财富的主要原因 上个世纪7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肯 还提出了痛苦指数这一经济指标 由失业率和通胀率加总得来 数字越高表示人们的痛苦程度越高 但事实上温和的通胀并不会带来痛苦 甚至还会带来快乐 因为通胀的背后不仅仅是钱贬值了 更是财富流动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有ABC三个人 A用钱买了B手里的东西 B又花钱买了C手里的东西 C又花钱买了A手里的东西 如果没有通胀也没有通缩 所有物价始终不变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永远不会有变动的循环 ABC三人手里的财富 也不会随着钱的流动而增加 但如果出现了通胀 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ABC手里的钱变多了 手上商品的价格也都变贵了 但涨幅却不一定是等价的 这个时候再进行交易的时候 财富一定会发生一次再分配 也就是钱和商品的再次匹配 最终可能A的钱变多了 B和C的钱却变少了 也可能反之 通货膨胀的背后 其实是一场创富运动 把更多的钱投到市场里 让有能力的人凭本事赚钱 如果没有通货膨胀 社会整体经济是止步不前的 阶级固化永远不可能被打破 甚至可能会产生通缩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 是两个相对的经济学概念 通货紧缩顾名思义 就是货币的供应量小于需求量 钱更值钱了 有人可能会问了 钱更值钱了 这肯定是好事吧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就会明白 通货紧缩也是你这辈子 都不想碰到的噩梦 张三在一家校尾还不错的工厂里工作 这天张三发了工资 他兴高采力的拿着工资 去百货商场消费 百货商场卖出去的东西 拿着赚来的钱 又去各大工厂进货 其中也包括张三工作的工厂 这样的循环在现实生活中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但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 张三拿了工资 可能就不愿意出去消费了 因为物价将来是会下跌的 钱会变得越来越值钱 此时的张三更愿意把钱给存起来 甚至连存到银行都没有那个必要了 就把钱藏床底下 在一堆钱上躺平 试想所有人都像张三这样躺平了 百货商场的东西就卖不出去了 东西卖不出去了 下次进货就只能进一半了 张三工作的工厂 也是百货商场的供货商 效益也跟着直线下滑 最后工厂破产 张三下岗 大家跟着一块玩玩 所以通货紧缩出现时 钱虽然更值钱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整体经济产能的下降 和生活水平的降低 从长远来看 我们并不会从中受益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从美国开始蔓延至全球的大萧条 就被认为是典型的通货紧缩时期 1933年是大萧条最严重的一年 美国失业率激增到24.9% 平均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收入可以糊口 各个城市排队领救济食品的穷人 长达几个街区 关于大萧条的故事 还请回看我们之前的视频 还有日本 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之后 就陷入了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 这30年也被称为是 日本经济失落了30年 日本央行不管怎么刺激 经济都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年轻人没有梦想 不想结婚 不想生孩子 不想工作 更不愿意背负房贷车贷 一个个全躺平了 也不想花钱了 著名经济学家大前延一 将现今的日本称为是 第一欲望社会 这里面的详细故事 还请回看这期视频 比起通货紧缩 适度温和的通货膨胀 反而能够刺激 整体经济的发展 这也是各国决策者 和经济学家们 努力追求的东西 不过注意了 我这里说的是 温和适度的通胀 还是以张三为例 当适度的通胀来临的时候 百货商场商品的价格上涨了 商场老板赚到了更多的钱 其中一部分钱 自然会被用来进更多的货 这样一来 张三所在工厂的效益 老板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了 有了钱自然要出去消费 给媳妇买个包 给自己买块表啥的 张三作为工厂的员工 工资也跟着水涨船高 涨幅虽然不够买块表的 但多买几瓶啤酒 多抽几包烟还是没问题的 这样一来 表店包店烟酒店的老板的收入 也会跟着上涨 他们拿着更多的钱 也会出去消费 经济的良性循环 这就赚起来了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温和适度的通胀的基础上的 像津巴布韦那样的 肯定就不是温和的通胀 通货膨胀按照其程度 可以划分为温和的通胀 及时的通胀和恶性通胀 恶性通胀也被称为是脱缰的通胀 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 3%是温和通胀警戒线 如果能将物价上涨 控制在1%到2%之间 至多5%以内 则能够像润滑油一样 刺激经济的发展 这就是所谓的润滑油政策 当通胀飙到了两位数以上时 就是及时的通胀了 当通胀飙到三位数时 就是恶性通胀了 通货膨胀根据成因 又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胀 成本推动型通胀 和结构型通胀 而恶性通货膨胀 往往都是几种成因 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说了这么多 我们重新回到津巴布韦 2017年11月 统治了津巴布韦 37年之久的穆加倍 在一场政变中 被迫辞职下台 政变发生了导火琐事 93岁高龄的穆加倍 意图让小自己 41岁的妻子葛雷斯 继任总统 2017年11月5日 葛雷斯在一场公开演讲中表示 自己已经准备好 继任总统了 还冲穆加倍喊话说道 不要害怕 如果你想把这份工作给我 就直率地给 第二天 穆加倍突然解除了 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副总统 姆南加古瓦的职位 姆南加古瓦 此前一直是问鼎总统的热门人选 穆加倍和葛雷斯的做法 引起了军方的不满 2017年11月14日 金巴布维国防军发动政变 软禁了穆加倍 随后穆加倍向国会提交辞职信 宣布辞去总统一职 2017年11月22日 姆南加古瓦被推选为金巴布维总统 此后穆加倍因健康原因 到新加坡求医 2019年穆加倍病逝于 新加坡英格医院享年95岁 同一年金巴布维储备 银行开始发行新的金巴布维员 结束了该国十年没有本币的局面 2019年6月24日 金巴布维政府颁布法案 规定美元 蓝特 欧元 英镑 人民币 日元等外币 不再是金巴布维的法定货币 金巴布维员将成为 在金巴布维进行交易的 唯一法定货币 这里大家可以暂停5秒 想象一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了 是的 没错 历史又又又又重演了 金巴布维的通胀又回来了 飞出外币之前 2018年金巴布维的通胀率 是10.62% 此前8年的通胀率则一直维持在个位数 一度甚至进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 2019年废除外币之后 通货膨胀率又一度反弹到了255.3% 2020年则达到了557.2% 无奈之下2022年6月金巴布维政府决定重新将美元作为法定货币使用 7月金巴布维储备银行又开始发行金币来应对失控的通胀 这里的金是金字的金 每枚金币都含有一盎司的黄金 发行价格基于国际黄金价格 另外附加5%的生产和分销成本 但对于金巴布维民众来说 过去的惨痛经历仍然历历在目 至今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面对政府发行金币 他们心中无畏杂陈 心想这玩意能有用吗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 一名叫做艾文斯的金巴布维外汇交易员表示 我不相信中央银行会允许我用现金换金币 政府经常言行不一致 万一哪天他们改变主意了 告诉我们金币不能用于交易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另一位交易员则说 黄金很贵 我认为大部分人都买不起这些金币 他们将继续把钱留在家里 这是政府的又一次失败举措 今天5月初 金巴布维又开创了人类货币史上的一个先河 将发行金本位数字货币作为法币 所谓金本位数字货币 就是以黄金储备为支持的数字货币 两周后5月中旬 金巴布维储备银行公布了 第一批金本位数字货币的发行结果 累计收到了135份认购申请 价值140亿金巴布维元 合约1200万美元 这意味着金巴布维至少需要 140公斤的黄金储备 来支持首批数字货币的发行 根据金巴布维储备银行行长 约翰·曼谷蒂亚的透露 目前金巴布维拥有350公斤的黄金储备 储备银行计划在5月18日 再发行一批金本位数字货币 近些年来金巴布维一直在努力 增加本国的黄金储备 过去数十年里 由于经济崩溃 货币系统紊乱 金巴布维需要依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介入美元来维持国家的运转 选择用黄金作为救星 不知道能否为金巴布维的经济和货币体系 带来新的希望 其实在历史上像金巴布维一样 遭遇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 并不在少数 比如说一战之后的德国 由于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支付大量赔款 拿不出钱的魏马政府就开始大量印钞 1923年底德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3.25亿 1万亿马克只能买一个面包 人们拿纸币胡强生火做风整 就是不拿纸币结算 因为商家宁愿收土豆 也不愿意收纸钞 经济的崩溃进一步推动了纳粹的上台 后来一度把全世界都拉进了水深火热当中 还有1945年到1946年间的匈牙利 受二战的影响 月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12.95%乘以10的15次方 我都不想去深究这个数字究竟是多大了 这些雪林林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 国家的主权不仅包括领土的完整 也包括经济上的独立 而辉煌的经济并不是靠印钞和吹泡泡得来的 实质性的经济增长 需要的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金融和信用体系 至于命途多船的津巴不韦的未来 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